大家好,我們現在進入磁場這個部分的第二節。那麼在這一節裡面呢,我們跟各位談什麼是磁場,還有磁場到底哪裡來的。 那要談磁場哪裡來的事情呢,我們要來談到磁跟電之間的關係。 所以呢,我們先從什麼是磁場這個問題開始。那要談什麼是磁場呢? 我們先回想一下,對於電廠的概念呢,事實上是單位電荷在受力的一個情況來定義電廠這個事情。 所以可以知道要想磁場的話一定要想磁跟力之間的關係。 那麼在中古世紀前所有的紀錄呢,都是談到磁鐵會吸引鐵器,也就是說那個時候只是有這個概念,磁會跟力有關係。 可是呢,到了18世紀左右呢,對於磁跟力之間的關係呢,會開始有比較定量而深入的描述。 所以包括呢,在英國有一位科學家叫Michelle,她在1750年的時候就認為,噢,這個磁的相吸跟相似的力量呢,應該也會滿足平方反比關係。 這個事情我希望各位能夠回想起來,在我們討論電力的時候,為什麼會認為電力的作用跟平方反比有關,是完全從重力那邊類比過來的。 在磁這邊也是一樣,完全都是從重力這個地方的概念來推論,這個事情應該會有一個平方反比的關係。 那麼各位可以猜猜看,是誰證明了這個磁級的相吸相似力應該要滿足平方反比的關係呢? 就是跟證明電力是平方反比的關係的同一位庫倫先生。 他為什麼可以證明這件事情呢?因為庫倫基本上有一個很重要的貢獻是他自己研發了一個很精密的扭力計。 所以靠他這個發明的扭力計呢,他不只證明了電,不同的電性之間相吸或是相似的力量呢,滿足平方反比的關係。 他也證明了磁,相吸跟相吸的量也滿足平方反比的關係。所以是從實驗上直接的證明。 那麼至於為什麼它會是一個平方反比的關係呢?這個要等到再過四十年左右呢,有一位法國的科學家Poisson。 那麼Poisson呢在1824年呢,他用磁兩極的概念,就是因為磁感覺再怎麼切都是兩極嘛。 所以他把南北兩極合在一起,稱之為磁偶極。從這個偶極出發呢,推導出磁力應該跟距離的平方程反比的關係。 那在這個推導裡面呢,他也定義了磁場這個概念。所以我們接下來談談磁場這個概念。 剛剛有提過跟電非常類似。磁場這個概念在談的就是,如果我把一個小磁鐵放在一個大磁鐵的附近, 那麼這個大磁鐵周圍的磁力會怎麼造成這個小磁鐵的偏轉的受力。這些偏轉的受力呢,就可以用來定義磁場。 所以我們可以發現的事情是,電跟磁有幾個非常像的東西,包括電跟磁都有正負兩極。 而且他們同性會相刺,異性會相吸。而且呢,他們的作用力都有平方反比的關係。 所以基本上呢,磁場的定義會跟電場用非常類似的想法來定義這件事情。 那我們在這邊用B這個代號來代表磁場這件事情。那麼磁場呢,跟電場很像,它是一個向量。 那方向呢,在電場裡面呢,是從正到負,是電場的方向。在磁場裡面是從北極到南極,是磁場的方向。 那麼要怎麼樣看到磁場這件事情呢,你可以用一些小的螺盤放在磁鐵的旁邊,或是撒一些鐵粉在磁鐵的旁邊,就像這個圖裡面的例子。 這樣我們就可以看得見磁力線,也就是磁場的位置在這個磁鐵周圍的分布。 那麼在這個地方呢,我們需要稍微說明一下下的地方是,呃,我們這裡用B來代表磁場。 不過在某些電子磁學的書籍裡面呢,各位會看到,有時候會用H來代表磁場這個代號。 那麼事實上Person它的原本的推論也是用H來代表磁場。 而在那個時候呢,B這個代號呢,代表會是磁通量密度,就像是磁力線的密度一樣。 那麼H跟B之間呢,會有一個比例常數,他們之間就差一個μ這個比例常數。 那但是我們這邊為什麼用B來代表磁場呢? 事實上你回到我們原本對電場的定義。 我們在談電場那個強度的時候呢,我們說電場的強度事實上就是所謂的電通量密度。 也就是局部電力線的密度,穿過一個截面機有多少電力線穿過去,這就叫做磁場的強度。 那麼這個概念呢,事實上跟我們現在講的B,所謂的磁通量密度是同一個概念。 因此呢,我們沿用一個一樣的概念來談場這個東西。 所以我們在電場的地方,用電通量密度來講電場1,在磁場這邊用磁通量密度來叫做磁場B。 所以這個跟有些電磁學的書的定義不太一樣。 但在這裡呢,我們用一致的概念來談電場跟磁場,會比較容易。 好,那我們現在來談到磁跟電的部分,剛剛都在講說磁跟電很像。 可是磁跟電有一個根本上非常不一樣的地方是在於呢,電的正負好像可以分開來,可以單純有正電,或是單純帶負電。 可是磁好像沒有辦法單純只有南極或是只有北極。 也就是說呢,在磁的世界裡面似乎沒有磁單極的存在。 那這個事情呢,我們可以回想一下在講電力的時候,我們提到一個所謂的高磁定律。 電裡面的高磁定律的概念是,在一個封閉的面積中,如果有電場穿過去, 穿過去這個電場跟面積的內積的,對整個面積積分起來的核呢,它會相當於是裡面的電荷量,包住的電荷量, 再處以接電常數這樣的大小,這是電的高磁定律。但在磁裡面有一個很大的關鍵是它沒有磁單極的存在。 所以也就是說在磁場這個部分可以定義所謂的磁的高磁定律。 一樣對於任何一個封閉面積來說,如果有磁場穿過去的話,那我把這個封閉面積全部積分起來。 這個內積的結果呢,那應該會是等於裡面的磁極的量。 可是因為沒有磁單極的存在,所以如果裡面有磁極,它一定北極南極都存在。 也就是說呢,在這個封閉面積裡面,只要有磁極,一定正負都有,所以一定會相消掉。 所以磁的高磁定律呢是磁場,對於封閉面積整個積分的總和呢一定會是零,因為沒有磁單極的存在。 這是磁的高磁定律。那麼呃,剛剛提到說,電跟磁好像有非常非常多相似的事情。 可是因為有這個磁單極不存在的這個事情,所以事實上呢,就算是庫倫,它量出來說,喔這個磁力跟距離也真的是平方反比喔,跟電真的超像的。 但是因為磁,分不出磁單極這個現象,庫倫他也認為,電跟磁應該是兩個風馬牛不相干的東西。 但是事實上在歷史上的記載呢,又好像隱約可以找到一些電跟磁的關係。 譬如說在1731年曾經有一位英國商人記錄下來說,他買了一箱新的刀叉,結果那天搬回家之後呢,就下了大雷雨。 下完大雷雨之後呢,他那一箱新刀叉竟然就變成有磁性的,就變成磁鐵了。 那另外呢,又有一個非常有名的科學家叫做富蘭克林又來了。 對,我們常常在講電的時候就會講到富蘭克林這位先生。 那前面有提到過,富蘭克林很重要的研究是在做避雷針的研究。 所以呢,他把電力存在萊頓屏裡面之後呢,用很多鐵的材料呢,來重複的測試怎麼把這個電導引走而不會造成觸電。 所以他在實驗的過程中呢,常常會用到萊頓屏跟鋼針這個器具。 那他就有記錄過說,當他把電流通過這個鋼針之後,曾經會發現有的時候這個鋼針會變成具有磁性的變成磁鐵針這個現象。 那這個事情就開始讓大家想說,到底電會不會跟磁有關呢? 所以在1774年的時候呢,德國事實上有過一個研究機構懸賞,說有沒有人可以告訴大家,電力跟磁力到底之間有沒有相關性。 所以那時候有很多人開始做這個電跟磁相關性的研究,不過一直沒有什麼重要的發現。 那麼我們曾經提過說,在1800年的時候呢,輔打發明了輔打電堆,這個對電的研究是一件非常大的事情。 因為你開始有輔打電堆之後呢,可以產生穩定的電流,可以測試很多可能性。 那事實上也有人想過說,我為了要來試試看電跟磁的可能性,我可以把這個電堆乾脆給它掛起來,就像做指南針一樣,對不對? 把一個磁鐵掛起來可以做指南針,那把這個輔打電堆掛起來,看它會不會有磁性。 很多很多這類型的嘗試,當時都失敗了。 也就是說電跟磁這個關係,事實上不是沒有人想到過,可是花了非常多的時間在測試,都沒有成功。 那麼,這些測試一直到了18世紀的末期,那有一位丹麥的物理學家叫奧斯特。 那奧斯特他信仰的學說是所謂的康德的學說。康德的學說是什麼意思呢? 康德的學說認為自然界一切的作用力,包括熱、電、磁、光等等這些作用,基本上都是同一個原生力,在不同的物理條件的不同表現形式。 所以根據這個觀點呢,奧斯特有一個信念是電跟磁之間一定有某一種連結。那但是我們剛剛講過已經有非常非常多人測試過這件事情,都沒有發現。 所以他事實上從大概1810年左右就開始在測試這些事情。然後他1810年的時候提出一個假說說,誒,這個電流通過導線會產生熱,那如果把導線變細熱會變更多,這個是當時已經知道會越來越燙。 那如果把導線變得更細呢,這個導線可能就會發光,因為熱到一定的程度,這導線就會變紅,就會發光。 那他想說,誒,這個導線直徑再一直變細下去,會不會產生磁效應呢?他就沿著這條路一直測試下去,不過沒有成功。 那他也試過用磁針跟萊頓瓶來放電,萊頓就說,這個電到底會不會影響磁。可是這些事情呢,也不斷的嘗試沒有成功。 那麼最後呢,是在1820年的4月,這個是在他上課的時候,在跟學生講電學的時候呢。 那麼他接了一個電路,這個是從輔打電池的正極跟負極接起來,然後中間有一條白金線。 所以這個上面會有個電流流過去。那麼這個白金線的電流流過去的時候呢,他那時候忽然靈感一來,把一個磁鐵放到這個白金線的旁邊去。 誒,既然就發現這個磁鐵構成的指南針,既然就會開始轉動。那麼這個轉動是人類第一次發現,電跟磁之間有非常密切的關係。 那麼Oster為了搞清楚到底發生什麼事情,接下來的三個月呢,他做了非常非常非常多的實驗,來驗證說,誒,這個電流產生的時候呢,這個磁針真的會轉動。 而且他在電流跟磁針中加很多不同的材料,譬如說加木頭啊,加琥珀啊,加各種不同的材料,在中間都發現,這些材料都擋不住這一個電流影響磁針的現象。 所以他後來呢,在1820年7月呢,把這個結果呢,公開發表出去,這個結果呢,震驚了整個歐洲。 因為這是人類第一次發現,既然用電可以影響磁的效應。而且這個事情大家已經想了50年以上,但是今天終於有一個人證明出來說,誒,這個電跟磁是真的有關係的。 那麼,當Oster把這個結果發表出來之後呢,有很多歐洲的科學家呢,就開始在試圖重複這個實驗。 那麼其中有一個非常重要的物理學家呢,是法國的科學家安培。 那,安培他基本上知道這件事情之後,馬上就重複了一次他的實驗。可是安培呢,他把Oster的實驗又往前更推進一步。 他想的事情是這樣,既然電線可以影響磁的轉動,表示電線本身,當有電流在流的時候,就帶有磁性。 那,如果是兩條電線都帶電流呢,他們的磁性會不會互相影響呢?這個是安培對於這個實驗的洞見。 所以呢,非常非常快,你可以發現這些事情在非常短的時間之內發生了。 安培在同一年1820年的10月,就發表了直線電導線間的電動力這個文章。 那麼,他在這裡面呢,確認的事情是兩條直的電導線,你通電流的時候呢,他們會互相影響。 也就是說,他在告訴大家事情是,這兩條電線都不是磁鐵。 可是他們通電流的時候,欸,竟然就會跟磁鐵有很像的現象。 所以他大膽的猜測就是磁性的來源,可能就是電流之間的交互作用。 那麼,他的這個研究呢,也使得他在科學史上贏得所謂的電動力學之父之稱。 那麼,他的實驗是做什麼事情?他的實驗就是在兩條導線上,所以我們用藍色的符號來代表導線。 那麼,箭頭就是導線電流的方向。 當這兩個電流方向一樣的時候呢,他發現這兩個導線會互相吸引。 那麼,當這兩個電流方向相反的時候呢,欸,他發現這兩個電流就會互相排斥。 而且呢,這個相吸的力量呢,跟相似的力量呢,也會跟距離的平方成反比。 那麼,這個是安培對於電流跟磁之間呢,提出來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關係。 我們將兩根導線相添懸吊著,現在將電流都從右往左通入。 現在通入電流,會發現兩根導線相吸。 我們將兩根導線相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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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 關閉電流之後,導線回到原本的距離。 而且從他的這個概念說,磁的來源就是電流之間的交互作用呢,可以引申出個非常重要的概念,就是這個或許就可以解釋為什麼沒有磁單極存在,因為磁的來源是來自於電流。 所以你可以想像說,就好像我把電流轉成一個圈,這個時候呢轉成這個圈裡面呢,這個電流就會造成有一個磁性在中間,那但這個磁性出現的時候呢一定是南極北極同時會存在,所以這個可能就可以解釋為什麼並沒有磁單極的存在,這個也是安培對於所謂的電磁學來說最重要的貢獻,就是他告訴大家磁的來源可能是從電流來的。 那安培呢,對於電流跟磁場做了非常多詳細的研究,所以他也留下了非常多概念給我們。 其中呢,有一個很重要的事情是,電流跟磁場之間的方向到底怎麼決定?那麼這個可以稱之為安培右手定則的概念來決定。是什麼意思呢?譬如說,我們剛剛說安培原本的實驗是用一個長的導線,在做這件事情。 那如果說當這個長的導線裡面呢,有電流在流過來的時候呢,磁場方向向哪邊呢?我們可以用右手的大拇指對著電流的方向,然後剩下的四肢指頭轉動的方向呢,就是圍繞著這個電流周圍的磁場的方向,這個稱之為安培右手定則。 我們在一個平面上放著四個指北針,並且有一個導線垂直通過這個平面的中心。可以看到一開始這四個指北針都指向北。接著我們通入由下向上的電流,會發現在導線附近有一個環狀的磁場,就像是指北針指出來的方向一樣。 所以這個方向符合安培右手定則告訴我們,在通入電流的導線周圍的磁場方向。 另一方面呢,安培右手定則也可以用來決定呢,當這個通過電流的導線放在磁場裡面的時候呢,這個導線會受力。那受力的方向是哪邊呢?也可以用右手定則來決定。 那麼在這個地方呢,我們把電流呢,稱之為j,因為電流本身其實並不是一個向量,這個我們在前面講電流的時候曾經提過。 那現在呢,我們因為要處理一些數學上的外積呢,所以我們要用一個向量。那這裡我們用的是電流密度這個向量。電流密度的概念就是電荷密度乘上速度。 所以電荷密度是個存量,速度是個向量。所以兩個乘起來呢,j這個數字呢,其實是個向量。所以呢,我們現在用j來代表電流的方向。 那麼怎麼決定在有磁場的時候電流受的力呢?在這裡也是用安培右手定則,怎麼做呢?就是我們可以用我們的大拇指,當成電流的方向j。 然後張開來的這個四肢指頭呢,就是磁場的方向。那麼這個時候呢,電流在這裡,磁場在這裡,所受的力呢,就是手掌心往外的方向。f,這個就是導線會受力的方向。 那麼這個呢,就是數學上的外積的概念。也就是說呢,當我的電流在這個方向,磁場在這個方向的時候,jxb就會是力的方向。 這是外積的一個概念。但是你可以很簡單的想,大拇指指著電流的方向,四肢指頭指著磁場的方向。 中心就是受力的方向,就是電、磁、力,這樣子一個方向的概念。可以很方便讓大家來決定,有電流有磁場的時候呢,這個導線會受力往哪個方向走。 那麼在這邊呢,跟著安培的這個發現呢,我們可以定義一個很重要的事情是,在磁場中,電荷, 要運動才會受力。所以我們前面提過,歐斯特其實有做過靜電,會不會影響磁場?完全不會。 就是在電的跟磁之間的交互作用裡面,這個電好像流動,才會跟磁場這個交互作用。 所以呢,我們可以從安培得到的這個電流跟磁場的外積,或是受力這件事情的得到,如果有個電荷在空間中跑過去,然後有一個磁場在作用的話呢,這個電荷會怎麼受力。 我們可以把剛剛這個電流密度這個向量呢,表示成電荷,單一電荷的電量乘上電荷密度N,然後再乘上速度V這個向量。 所以,如果我們考慮單一個電荷在磁場中運動的話呢,這個電荷會受多大的力呢,就是我們把N這個量拿掉,只剩下單一個電荷Q。 也就是說在磁場中的電荷在運動的話呢,它會受到的力的大小是Q這個量,電荷帶電量,乘上它的速度這個向量,跟磁場這個向量做外積的結果呢,就會是我的磁場中運動電荷所受的力。 這個是從電流跟磁場的相關性呢,可以直接推導出來的概念。那麼如果我們把前面學過的電荷在電場裡面會受到的力呢,是Q乘上1, 跟電荷在磁場裡面呢,會受到的力呢是V cross V,這兩個東西全部結合起來呢,可以發現一個電荷在電磁場裡面,會受到的力呢是像這個式子,所顯示的就是Q乘上1加上V cross V, 這整件事情這個力呢,我們又稱之為勞倫之力。那麼這個是Lorenz在19世紀的末期所提出來的一個概念。 好,所以呢在這一節我們為各位介紹了在18世紀末期這個時候呢,到19世紀初期呢,對於磁的起源的一些重要的進展跟概念。 那我們剛剛跟各位說過說,安培告訴我們事情是,誒,磁的來源其實是個電流。而且呢,這個電流會不會一直小到原子分子層次, 但是當有電流在流的時候還是會產生磁性呢?所以這個我們在最後面講原子結構的時候,講到核磁共振這件事情呢,你可以基本上可以想像, 核磁共振的磁性的來源呢,可以說是想像成原子核裡面因為有很多正電荷。那這些正電荷呢,它的自旋呢,產生出來的磁性呢,你可以把它想像成,是這個核磁共振的磁性的一個來源的概念。 那麼另外一個方面呢,對於電流的磁效應這件事情呢,在二十世紀的初期呢,安因斯坦提出了相對論。 那麼他一開始提出來這個相對論的概念呢,那一篇文章其實叫做《論運動物體的電動力學》,就是相對論這個概念事實上是從電動力學的描述來的。 而這一件事情呢,它裡面在談的概念就是,它認為電流產生的磁效應,基本上可以看成是因為電荷在做等速度運動,而產生的相對論效應,造成的磁性。 所以這個部分呢,我們在這邊暫時先不講那麼多,我們放一個連結在這邊,歡迎各位來看看裡面的說明。 那麼這個是到二十世紀初的時候呢,人類對於磁性來源的概念。不過這仍然不託安培的起始的想法是磁這個東西來源其實是電,產生出來的。 那麼在最後呢,我們補充一個資料是,剛剛曾經提過說,在過去的歷史裡面,似乎都沒辦法產生磁單極這件事情。 就是你的磁體一直切,一直切,一直切,都還是會有南北兩極。 那這件事情事實上直到現在都還是非常尖端的研究,在1932年的時候呢,Dirac,這是一個非常有名的物理學家,他提出來說,理論上推測好像會有磁單極。 但是一直過了六十年都沒有人量出任何東西來。那到了最近這一陣子呢,有一些新的報導顯示,好像有人量到磁單極這個現象。 所以我放一個連結在這邊,這個是2014年年初的時候呢,出版的文章,在告訴各位說,似乎量到了所謂的磁單極的現象。 所以這個可以顯示出來說,這個問題到目前為止都還是科學非常前沿的研究的一個課題。 也歡迎各位如果有興趣的話呢,可以加入思考這個問題是到底磁單極存不存在。 如果真的找到磁單極的話,會對於從前所有討論磁的概念有一個根本性的影響。